我们国家临床研究中心 深圳市第三人民院 和南科大冷冻电竞中心 首次揭示了新型冠冻病毒 真实形貌 这个发现将有助于 新型冠冻病毒的药物和疫苗的研究 大概有一个多月 实际上其他地方也已经分离出来了 但我们的这个特色是 不仅仅把它分离扩充出来了 还用冷冻电竞看到了 它真实的这个面貌 冷冻电竞的想象的话 它等于是把生物样品病毒 直接就保持在它的一个生命状态下 一个自然状态下 来看到它一个最真实的结果 我们所看到的病毒的形貌 和它在自然界里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时刻都有理解 整个病毒侵染细胞 然后在宿主细胞体内进行复制表达 然后在生产病毒自身来说 它是一个生命周期来说 对理解的生命周期来说 有比较重大的科学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